開會 請各位議員繼續發言 我要請曹副議長發言 主席 縣長 秘書長 以及在座的所有主考官 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縣政主持群的最後一天 想說在這四年多來 我們縣長在這個部分 我們每一位議員在執行的過程裡面的要求 到目前為止 本席所看到的就關本席的建議 不管是連江縣的養老生活補助的 知識條例以及實施辦法 本席在上個會期就曾要求過 在整個內容的修正 到現在為止 我也沒有看到民政局有任何的 一個修正的辦法送到議會來 在這個部分 我想說民政局 是不是能夠的再積極一點 另外就是酒廠的行銷策略的問題 是不是引進更好的一個相關的措施 讓我們馬祖酒廠成為真正的連江縣的經濟屋 創造我們地方就業 以及增進我們縣的財政收入 現在也沒有看到我們縣長所謂之前講的 一番再番的過程 讓我們酒廠不前的收入停滯不前 8月11號 我們鄉親陳情文化局的土地的案件 希望說能夠 秉著我們縣長的 施政皇帝漁民的政策 希望說不要再繼續散述 到現在為止 我們文化局也沒有任何的回應 本席建議的 娛樂業 渡礁 減食海場 希望我們臨江縣政府 是不是 能夠迅速的 在曹局長任內的時候 希望說能明確的 定出一套辦法 讓我們的鄉親可以用身份證明文件 出海去檢食海傘被淚 也沒有任何的回應 利用票價的問題 我們鄉親的權益 我們交通局 只是發行 國安部回航之後 也沒有任何要公布 給我們鄉親一個明確的交代 也沒有任何的回應 廢棄營區 是不是活化在利用 現場的政見 也非常的明確 可是我們財政局 一直在這個部分 說廢棄營區 土地的問題 紛爭蠻多 我們臨江縣政府 不便接手 本席建議 先行接手 國安部 馬安部 所移撥的廢棄營區 活化在利用 如果說在 產權上有問題 鄉親在得到 他的土地權狀之後 發還給我們鄉親 或者說我們臨江縣政府 也擬一套 是不是用成購買賣的方式 把土地碼下來 讓廢棄營區 創造我們臨江縣 以觀光立縣為景點 發揮淋漓盡致的應用 也沒有任何的一點 看到說 我們臨江縣有所作為 觀光局 本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議 新的景點開發 適應我們地區旅遊業者反映 所有的鄉親到馬祖旅遊之後 有沒有機會 再回來看看 每個都搖頭 我們業者也沒有辦法提出 相應的辦法 規劃出新的旅遊套艙 或者旅遊的景點 這是我們臨江縣 觀光的敗筆 募證業務 相信在四年前 就已經非常清楚的 看到我們以後的未來 我們臨江縣 面臨的高年齡化之後 土地只有這麼多 如何應用 是不是 在侏羅的後山 再處理一個區塊 到現在為止一直也都沒有規劃 民宿輔導 除了罰則之外 輔導成了我們臨江縣政府的一個騙局 我想在在的顯示 在這個部分 我們相信希望都落空 縣長本席一直強調的 你的證件上面非常清楚的表達 以時間為切割點 不管是從八十一年以前為舊尾件 或者八十一年到八十七年所訂定的 緩拆尾件 到九十八年之後為集拆的尾件 縣長你在證件上面也非常清楚的 在你九十九年 九十八年九十九年 散任之前 給鄉親的承諾 以時間為切割 也沒有做任何的專案研究 解決尾件的問題 本席跟台北市新北市要的一份資料 就是簡易都更的相關的一個研究辦法 希望說我們公務局在這個部分 配合中央防災各方面的政策推動 加速老舊房屋的重建 促進環境的改善 以提升都市整體的防災 居住安全生活品質改善 這裡面的相關的 這麼簡單的 我就說過了 這些問題在來在來都顯示到 我們民意代表在追尋 我們鄉親的權益的過程裡面 也要在再而三的建議我們縣長 建議我們團隊 在簡易都更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迅速的去研你 碰到什麼樣的瓶頸 不管是一般都市的更新 簡易都更的辦法 以及什麼是簡易都更的條件 以及簡易都更的意涵跟精神 這裡面如果說我們連江縣政府碰到了瓶頸 是不是請縣長請公務局跟中央的不管是內政部 或者行政院 我們提出我們連江縣政府 因為時工背景的關係 當一回歸到地方之日馬上就實施都市計畫 造成我們鄉親現在目前這種窘境 是不是能夠改善 只是去了解過之後沒有任何的回應 其實在這邊告訴縣長 當初拋出這個議題的時候 然後我們鄉親聽到了這個聲音 非常期盼我們連江縣政府 有所作為什麼叫簡易都更 什麼叫簡易都更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連江縣 在這個部分幫我們鄉親去做解套 解決偽見的問題 一直急聲的大聲的 希望說幫我們鄉親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民財教見 所有的問題也是縣長的政見 這裡面所顯示到的一些承諾與使命 可是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失望 本席昨天就因為鄉親的 皇帝愚民的問題 大聲的跟縣長 縣長還很不以為意的 也大聲的回應本席的所問的問題 如果說你願意把這些問題 一一的交辦 一一的去研究 確定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研究 我想說這官司不應該會打到12年 甚至12年之後 你還要提散訴 在在顯示 我們縣長 你無心與正 除了博弈 除了三體快輪 你還做到了些什麼 我們在座的八席九席的議員 不管書面資料 不管單面諮詢 甚至 屍體下的陳情 我們聯想政府 在在的作為縣長 都因你而起 有一些局科室主管 他的態度 有心要做的 繼續做 沒心在做的 馬虎鋪延了事 心不在焉 心不在馬 如何幫我們相親解決問題 今天 縣政最後的總質詢 我也非常感謝 在座的各位局科室主管 這五年來 替我們相親做了一些微薄的貢獻 微薄的貢獻 為什麼把音調降低 大家心裡面可巧而知 我們所有的 昨天縣長所答覆說 我所講的政府無能 軍方無恥 我講到政府無恥的時候 縣長直接講說 你這裡面罵到 所有的公務人員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你要延伸到 所有的公務人員 我也覺得說 如果說每個問題 都是縣長這樣答覆的話 那絕對是 事事爭鋒相對 所以說 今天 本席要用一點時間 我也不希望縣長能夠答覆什麼 我也不希望縣長答覆 秘書長也不需要地址條 好 在最後的 這個一點的時間 本心本心自問 這四年多來 絕對沒有愧對我們鄉親 只是在整個的執行力的推動 碰到自癌難行的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有沒有心在做 我們鄉親一直都在看 我們鄉親一直都在看 在整個過程裡面 今天從這一屆的縣長 第一天的工作報告 到今天的縣政總質詢 我們相信看到的 我們民意代表所要求的 本席在那邊看到的 只是一個 非常難能難以接受的表現 人家說可圈可點 你可圈裡面有一個可框 你在裡面自己一個人在打轉 甚至很不客氣的講說 今天有人告訴你說 縣長外面的狀況 縣長要聽下去 縣長直接回答說 我做縣長還要鄉親來交嗎 所以說這個態度的問題 我希望說縣長 你能夠秉持著那句老話 秉持著你那種 三體快輪的精神 秉持著那種博弈的精神 事事介入 事事了解 事事關心 我想說 你未來的路會更長 可是今天在這裡 用最短的時間 在這裡面 不管我們民宿業者 不管是我們鄉親的違建問題 再叫你回答 我告訴所有的鄉親 那也是無稽於事 今天如果縣長有幸 再繼續執政 單選下一屆的縣長 我在這邊深切的希望 在這邊你縣長能夠聽下去 鄉親的問題 你要放在心上 我不曉得 在這個部分 我們鄉親還有 給我們縣長 我們縣長還有 能夠給我們鄉親 什麼樣的希望 用這十分鐘的時間 表達這一次 最後的縣政總質詢 感謝所有鄉親 對我的疼愛跟支持 也非常希望說 我們在座的 所謂的局勢主管 能夠秉持 在馬祖人的心情 去面對馬祖人的心態 為什麼 所謂心情跟心態 為什麼要區隔開的原因 就是我們相信 在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號之前 所承受的那種莫名的壓力 國家給我們的 可是八十一年十一月七號之後 回歸地方自治 我們政府 給地方所做的大面積的建設 這是政府應該給的 可是這些對外的交通 改善到現在 我們相信猛心自問 有在改善 有沒有在做 有在做 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更便捷的 要更便利的 像阿江議員講的 東引這一次 最基本的七天的時間 有一些人因為經費的問題 他寧願待在島上 一待一待七天 再再顯示了 縣長回家的路更順 這口號是喊假的 也沒有讓我們相信 能夠明確感受到 我們相信 所謂的回家的路更順 出去的路更順 這一點 本席在這四年多來感觸比較深的 包括我們交通局局長 陳立委在爭取對外交通 適時的伸出援手 我們林江縣政府 我們看不到 本席看不到 甚至局長 甚至局長坐在那邊的時候 本席看到了 他也無能為力 所以說 我比較用感性的 就是說 是不是縣長去回顧一下 這四年多的時間 我們議員所提的相關的意見 所陳述的就是我們相信要的 所陳述的也是你的承諾跟使命 可是到現在為止 本席給你打的分數不到十分 為什麼 你只有呈現到258的現況 其他我們民意代表 在每個過程裡面 以時間的問題來反應到 每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林江縣政府 在你主政之下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解決 不管民宿 不管違建 不管土地 不管關關 幾乎是停留在原位 所以說 希望說縣長 你能夠長趟思考 如果說你有幸淡選 下一屆的縣長 要把這一起話放在心裡面 不要因為個人的好物 否決掉所有鄉親的一些希望 謝謝